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度剖析中国如何再次启动其庞大的出口机器 并且这次对于竞争对手来说 似乎没有任何藏身之处 随着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 中国的低价产品如同洪水般渗透全球市场 导致许多国家的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我们将探讨美国创业公司Cubic PV如何因应中国戏片产能过剩而被迫暂停生产计划 还有致力钢铁公司CAP应无法与中国低价金属竞争而关闭工厂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 我们会分析中国领导曾在面对经济挑战时的反应 包括对制造业的重视信心和大规模补贴 这使得全球贸易格局再次震荡 另外 欧盟 美国及其他国家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措施正不断升级 这些行动是否将引发一场新的全球贸易战 中国的低价产品如何影响全球市场 特别是在汽车和太阳能等行业中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这一切都在于中国的战略选择和全球经济的相互作用 未来的贸易局势将会如何演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近期发表的文章 首先 让我们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来源 这篇文章来自于权威新闻机构华尔街日报 文章详细讨论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最新动向 以及这种动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以下是文章的详细内容复述 以及我们的分析和评论 文章开篇介绍了一家名为Cubic PV的马萨诸塞州创业公司 该公司专注于生产用于太阳能板的高科技组件 硅片 在美国总统拜登两年前实施的气候立法的支持下 该公司宣布将在德克萨斯州建立一个14亿美元的硅片工厂 然而 自那时起 中国几乎将其硅片产量翻了一番 远超其国内需求 多余的硅片被出口海外 导致价格下降了70% Cubic PV不得不在今年初停止生产计划 导致工程师和其他员工失业 并指出市场被中国的过剩产能扭曲 远在智利 铁矿石开采和钢铁制造企业CAP 也在应对来自中国廉价金属的冲击 该公司宣布将无限期关闭 位于智利中部的巨型花尺培偷钢厂 造成约2200人失业 公司表示 即使政府提高了钢筋和其他进口产品的关税 也无法与低价的中国金属竞争 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对其工厂部门进行强力支持 以应对国内经济疲软 这种策略压榨了全球的企业 并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贸易战的担忧 欧盟最近决定对进口的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 这是紧张局势加剧的最新迹象 美国早些时候提高了对中国钢铁 铝 电动车 太阳能电池等产品的关税 土耳其也提高了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 巴基斯坦则提高了对中国文具和橡胶的关税 世界其他国家也开始对中国商品是否低价倾销 展开反倾销调查 印度正在审查中国的颜料和化学品 日本正在调查电极 英国正在调查挖掘机和生物柴油 阿根廷和越南则在调查中国的微波炉和风塔 背后是北京的一项大胆但风险巨大的计算 通过更多投资制造业来恢复国家经济活力 并建立工业韧性而不会引发太多的国际反弹 从而威胁中国的未来 与政策顾问和与中国官员有接触的人士的采访显示 中国领导层在去年面临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使经济处于数十年来的最弱点 一些顾问认为 中国经济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 从依赖制造业和建设转向更多的国内消费 这将使中国更向美国 并可能使其走上更稳定的增长轨道 然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却命令官员 加大对国家主导的制造业模型的支持 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新补贴和信贷 他使用了一句口号来确保官员们明白信息 先利后破 即建立新的产业 然后再破旧的产业 习近平的新产业模式 并不意味着转向新的增长模式 而是通过精炼 他对国家应支持的制造业类型的看法 呼吁建立中国希望主导未来的行业 如电动车 半导体和绿色能源 同时保持国家在旧行业 如钢铁方面的传统优势 任何产能过剩问题都可以推到未来解决 在去年12月的一次重大政府会议上 这个口号出现在官方报告中 当时会议制定了2024年的经济议程 报告承认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 但习近平的口号仍然强调扩大工业生产 习近平在今年3月的一次年度立法会议上重复了这一口号 几周后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前往北京 警告中国领导层关于中国制造业过剩对全球的影响 两项原则指导了习近平的思考 第一 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全方位的工业供应链 以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实施严厉制裁的情况下维持国内经济运行 在最高领导人的观点中 工业安全是中国稳定的核心 特别是在与发达世界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 第二 习近平对美国式消费有根深蒂固的哲学反对 认为这种消费是浪费的 这使中国别无选择 只能投资出口以稳定其疲弱的经济 并创造就业以弥补国内建设中的损失 其结果是 中国工人没有失业 但巴西的钢铁工人 欧洲的化学工程师 和美国的太阳能面板制造商可能会失业 官方数据显示 习近平的优先事项正在渗透到经济中 自2021年底以来 工业贷款 包括制造企业贷款增加了63% 而中国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急剧下降 政府补贴 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策略 也显著增加 根据数据提供商WIND的数据显示 2023年在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宣布了33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比2019年增加了23% 中国电池制造商CATL获得了约7.9亿美元的补贴 是2022年的两倍 其他大的受益者 包括中石油 中国移动和沃轮 巴菲特支持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总体而言 根据德国智库基尔研究所的数据 99%的上市中国公司现在披露了一些形式的补贴 中国在培育产业方面的支出 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9% 是美国 德国和日本的数倍 美国 中国商业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表示 当他与中国贫穷农省的一位省长会面时 省长列出了半导体 软件 生物技术 机器人 航空航天 电池和电动车等经济优先事项 我本以为改善农业收成等应是他的经济优先事项名单的首位 艾伦说 这条资金支持线预计将继续喷涌 中国人民银行在4月表示 以设立一个价值约700亿美元的新设施 以帮助银行向技术公司贷款 5月 一个旨在资助半导体生产的国家基金 从国有银行和其他政府关联的投资工具中 筹集了480亿美元 在一系列由人民日报于5月发表的文章中 北京将其制造和出口能力辩护为世界的积极因素 而非问题 称美国及其盟友在炒作中国的过剩产能以获取竞争优势 中国总理李强在6月的达沃斯会议上表示 中国生产的先进电动车 锂离子电池和光伏产品 首先满足了国内需求 同时也丰富了全球供应 他补充说 中国制造业优势的真正来源不是政府补贴 而是其巨大的规模 这有助于压低成本 无论如何 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编制的数据 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的工业生产比2021年底 房地产危机严重时高出8% 远超美国 欧洲和日本的产量增长 中国增加了生产每年约4000万辆汽车的产能 但国内销售仅约2200万辆 今年中国预计将生产约750几瓦的太阳能电池 而2023年国内仅需220几瓦 此外 今年预计 全球新增供应的80%的基础化学品 如以锡和丙锡 用于制作垃圾袋 玩具和化妆品 尽管中国的价格已经下降了19个月 显示出供应过剩的迹象 同时 由于持续的房地产危机 国内需求减少 去年钢铁产量作为中国的旧产业之一 仍然有所增长 行业高管表示 北京一直在推动他们通过清洁技术和其他手段升级钢铁生产 总体而言 剔除汇率变动对出口量的影响 中国出口量自2021年底以来增长了10% 而全球总出口量仅增长了1.5% 去年中国的钢铁出口量同比增长了36% 通过在已经接近全球工厂产量1%的情况下加倍制造业 中国实际上在要求世界其他地方不要扩大其生产份额 而是减少它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 全球贸易失衡问题专家迈克尔·佩蒂斯表示 世界其他地方想要的是相反的 世界无法适应它 这种冲击正在蔓延 美国在某些方面是受影响最小的国家之一 因为其对许多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 帮助保护美国工人 但如果中国的产能过剩继续存在 华盛顿扩展美国制造业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一些行业 特别是可再生能源 正在感受到压力 韩国集团韩华拥有的全球清洁能源公司XSOS最近表示 公司及其同行每月损失数百万美元 联邦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6月初步批准了一份 由美国太阳能制造商支持的反倾销请愿书 指控中国公司制造的太阳能电池和模块在美国 以低于市场价值出售并获得不公平的补贴 其他地区则承受更多的压力 随着更多中国电动车的到来 欧洲汽车制造商裁掉了超过1万个工作岗位 PET Europe协会主席安东内洛奇奥迪表示 欧洲PET生产商削减了数百个工作岗位 欧洲去年年底对某些中国PET进口产品实施了反倾销关税 对习近平来说 风险在于与2000年代早期的第一次中国产品冲击不同 当时廉价的中国制造业导致美国失去了大约200万个工作岗位 但也让西方消费者受益 这次最新的推动可能会引发如此多的保护主义措施 使中国最终失去几个重要市场 过去 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过剩产能并不介意 因为许多公司 例如德国的汽车制造商 受益于他们获得廉价的中国制造零部件 但现在 中国的工业政策正瞄准西方经济的核心 习近平的先利后破策略标志着与前几年政策的转变 当时北京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努力减少过剩产能 而不是增加它 中国过去一直面临持续的过剩产能 有时引起其贸易伙伴的愤怒 因为这种过剩压低了全球钢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 在2015年 习近平委托当时的经济沙皇刘鹤实施改革 导致许多小型和私营钢铁厂和其他企业关闭 有一段时间 这似乎表明 习近平和他的经济团队终于准备好解决过剩生产问题 但随着近年来与美国的紧张局势升级 中国经济疲软 习近平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政策顾问称 他对确保中国在与美国冲突时能够生产一切所需的物品更加关注 对西方的抱怨也变得不那么同情 中国官员现在坚决否认国家有过剩产能 因为北京不希望给华盛顿 布鲁塞尔和其他国家提供征收关税或其他报复性行动的理由 然而 习近平的一些最亲密的副手内部的表示担忧 认为政府的支持导致了电动车和电池等行业的严重过剩产能 使这些行业的商业可行性降低 每个人都在中国制造东西 前欧盟中国商会主席 现任华盛顿咨询公司DGA集团合伙人的乔尔格乌特克说 但没人赚钱 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这个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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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